TBS健康生活Tips要幫你從日常大小事 一起來顧健康 從相當電影來看到的就是我們的新冠疫情 其實現在還在持續的升溫當中 尤其有可能在7月中是達到高峰 單週的確診將高達10萬人次 所以疫情升溫之下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免費的快篩季正在發放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 目前大概有2520家的基層診所是協助發放 而且原本是要7月才開始發的 但因為疫情升溫及管署已經提早送貨 所以非常多的診所其實都已經被領完了 而未來還會有第二波的發放 預計本週會陸續收到快篩試劑 一週內就會全數的發完 只是基層藥局的協會理事長沈才英也點出 其實目前市售的快篩試劑數量其實剩得不多了 預計7月底前就會賣完 而下一波的新快篩要9月才會到貨 這期間其實會出現一個月的缺貨期 建議食藥署應該要來及早因應 好 同樣也是跟醫療相關的心智 我們要看的是通訊診療是擴大的辦理 總共有10大類的病患是可以受惠 總共人數其實是高達了247萬人 而這一回受惠的人數根據聯合報的報導 是新增了5種特殊的情形 包含慢性病照護計畫的手感病人 疾病末期的照護 矯正機關手容照護 還有行動不便照護 跟災害傳染病或是其他的重大的變故照護 而目前除了放寬這些對象之外 比較特別的就是在儲方簽的開例 其實也是同步的來鬆綁 甚至只要用電子的QR Code 就可以到藥局來領藥 好 關心完疫情以及醫療心智之後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非常有名的就是這個無人的拉麵店 非常多人都想要去嘗鮮 而且也是越開越多 但是根據ETtoday的報導 在台中既然有店家是公審客人 怎麼樣來公審客人呢 其實就是在網路上公開顧客的照片 而且還把他的照片放到網路上 而且批評浪費食物的行為 而店家這樣的情形 其實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議論 因為他利用監視器來緊盯客人吃飯 而且還會把到處於的人 公開在店家的IG 甚至還要求這個浪費食材的客人必須來繳費來購回照片 而這也讓部分網友質疑合法性還有適當性 但是這也是非常兩極 因為有人很支持 說這樣不只不會浪費食材 也不會把環境弄到很髒亂 說這老闆娘並沒有做錯事 除了拉麵店很受到歡迎之外 現在天氣很熱 當然就是要來吃冰 但是要提醒您小心這個吃冰的配料選錯 也會把所謂的熱量炸彈也吃下肚 這篇報導是來自ETtoday 他們是訪問到了營養師的高明敏 他分享了這個剉冰配料的熱量圖鑑 把配料主要就分成紅黃燈區還有綠燈區 這兩區有什麼不同呢 像是紅黃燈區的高熱量的配料 就包含花生還有博靶珠 這些應該都要來減少攝取 而綠燈的低熱量的配料 就包含像是愛玉還有仙草 則是比較好的選擇 甚至也分享了 其實我們一碗冰不一定要一個人吃 我們很多人可以一起來分享 這樣熱量也可以一起被分攤 最後最好也要選擇一些天然的糖水 就可以減少整體的含糖量 好 最後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個金融的議題 尤其我們近期台股很旺 這也帶動我們金融三葉 前五月的稅前營餘是達到4839億元 而這個數字也創下了歷史的同期新高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 其實這同期新高是年增2339億元 或者是93% 甚至預期在上半年的部分 金融業獲利也可以突破5000億元 而包含了銀行正確保險業的業績 其實也都是超過去年的同期 而隨著六月的股市持續上漲 還有鼓勵發放旺季到來 預期這上半年的獲利還會再持續增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生活Tips 要交給您做最新的參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